很多养狗的人发现,家中的毛还特别爱咬拖鞋。只要主人不注意,他们就将拖鞋啃得面目全非。一名网友家中的狗狗熊熊就是如此。连续两双拖鞋被咬烂后,原po忍不住在网路上抱怨,我快没拖鞋可以穿了。 这就是熊熊,没想到这只乖巧软萌的狗狗,竟然是咬烂拖鞋的凶手。原本可爱的拖鞋被咬得只剩边边,已经没办法穿了。连po说起熊熊的罪行,心中无限愤怒,可以把拖鞋当零食吃。棒的赛是彩色的。这是第二双了。 网友们看到后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不过也有人发现,熊熊很有艺术感。他咬得很整齐。把这双拖鞋变成了新造型,世界上仅此一双,夏天到了。帮你把拖鞋变凉鞋,改造旧鞋。 超有设定感,狗狗以为是草莓口味的灵嘴,他需要磨牙。磨,磨爪子。所以会去啃咬东西。猫也一样。还有网友分享自家狗狗的恶行。原来很多狗狗都有咬鞋子的习惯啊。